如果是伯伯來的話 真是幫到他 你不可以來他雜誌 對 反應了相當之多 第一隻暫時頂住就是這隻 不是啦 問題就是他 不過你的狼魂是好一點的 香港沒有什麼股票好選 香港沒有什麼股票好選 共交所依然是要領著的 但是此消彼獎 你現在美國說想中概股 想動你 一個電話都已經交了 沒有關係的 可能又有個心情電話 這樣就什麼事 但是跟著華為事件 你覺得華為有沒有計劃 end up eventually 就是一個trade deal 搞定買 所以大家都是一個 所以這個是遊戲 你也不知道 可能你現在太過bullish 又反過台 你不就是玩死 我覺得最理想都是 拖 大家聊 下星期撕完之後 攬頭攬警 攬完之後 接著 好 我們派些電話 繼續聊 這個不就是跟之前一樣 那你由之前是計 不能聊 現在變成還有辦法聊 好 那我過法 你反反 反 推翻 那你現在 現在繼續談 多好 還可以的 不就當短打著人 先 Hello 大家好 早晨 又來到逢星期五 每週講股的時間 有我旅園迎籃 還有身邊的 就是封聖資產 封聖金融資產管理 董事黃國英的 Hello Alex 早安 好 好像突然間 事件很悲觀 中美雙方貿易 就好像上反台一樣 反完之後 突然間有一個 心情電話對話 下個星期五 星期六 在大阪G20峰會 就有辦法談 突然間 又有減息的憧憬等等 突然間有很多好事 但問題就是 恆子因爲這樣 已經推了1400點上去 還可以更進一步嗎 其實就 你見到開始的動力 就一般 因為你 那些人都 見慣了 那個貿易談判 很多波折 那你 變了你又覺得 如果你現在太過勇進的話 那一會 萬一又來過 變了就 又會 又翻桌 又會刮到一巴巴가지고 所以 那個情況 我覺得那些人都會 偏向 不會有太過積極的 就是你會有一定磁瘡 但你又不會完全沒課 啊 那 暫時到後 又不會很積極 變了 就是在一個 即低交頭之下 慢慢更好一些 在價位上更好一些 在情緒上更好一點 但是 你說 很進取暫時都不會住 雖然這次我想 你看人們整體的氣氛上 其實是樂觀過之前一點 因為覺得美國的選項很接近 終於應該會有些事情 談得到特朗普需要一個勝仗 來刺激軍情 所以可能人們傾向樂觀一點就這樣看 但是純粹從那個價位的變化 最近那個動力就開始弱一點 你看上去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開始可能會轉了形態 之前是一個一棍就跟你湊爆那種 因為那個是夾蛋倉 現在就應該是審慎中推進 就是拉牛上樹 照計就二萬九 你要到二萬九都不會說 就是一棍 等一和你一棍去到一二萬九 都是要拉牛上樹格局 就算是好的話 會是這樣 那個情緒是要穿上審慎 然後審慎得來 可能都是 偏好一點點 偏好一點點 但是這些股票就很個別發展 因為其實香港這兩天的走勢 比我預期中好的原因 就是因為A股是出奇地好的 這個就是不太關事之下 它自己就好了 所以這個是另一點 就是我們的變數 但是A股呢 你真是猜不到 你說有什麼政策 沒有 那些什麼減費降稅 那些由連頭做到現在 其實一直在做 一直在做 其實還有你說 唯一近期多少好消息 就是給地方政府發專項債 但是你想深一層 它給你發專項債 只不過不是有新工程做 是給你發專項債 追回你原本要做的工程 但是你公佈完發專項債之後 你見過A股沒有反應的 近幾天才突然追回上來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是啊 A股的情緒上 可能之前去到太衰了 變了你現在 有個忽然之間好一點 但是你的A股 其實是一個很難捉摸的大型上落市 其實自從衝得一段好行 見完頂樓回來之後 其實都是比較飄忽的 所以令到我們也都難搞些 那當然另一個 你說A股的好消息 就是平保衝進去回籌 那這個平保是一個 就是A股的指數箭頭 你可以說 那就是它 賴起來的時候 就幫到手 那這個也是一個 就是很明顯 香港也是 其實香港 這幾天藍籌股裡面 最新的罪行就是平保 所以都是一個 你可以說 沒有什麼特別之下的好消息 所以大事方面 美國減息 你現在從利率市場的走勢 就有機會 最樂觀的 就覺得今年下半年 有機會減足三次息 你覺得機會有多大呢 這個我覺得 要配合貿易戰的環境來看 就是如果你忽然之間有個轉變 就是有個交易 就是有個交易 是覺得是一個好的交易 或者你的關稅 好像中國那樣要求它 退回 就是那個交易 就是不知道 因為你可能留一些關稅 還是撤走一些關稅 如果你說有一個貿易戰 有一個比較上可以刺激到經濟的交易 其實你現在美國的數據 你只不過是最近那期的 unemployment 開始轉變得快 預期而已 那個情況就是 現在市場是預期它順得轉變得很快 所以有一個減息的預期 很厲害 但是那個情況可能因為大家預期 因為第一季度是 因為貿易戰的關係 第一季度是額外好了 因為很多事情都是第一季度提前做了 那變了你 你跟着的资料 比较之前可能会刷得比较快一点 也不出奇 但是我想 如果你用一个 如果我们刚才说的一个好一点的贸易情况的话 其实你那个美国的逼切性减三字息 其实就不是说真的很大 所以到时候就要看究竟 那个交易是什么 然后再看一些 我觉得会资料依靠的 就是会看跟着的资料会怎样 但是当然你现在减减一次就没有什么原理 你完全没有原理 因为你去年年底加那次 其实都老实说就不应该加 所以起码退回那次出来 我想你减减两次就应该很大机会 但是你说最好积极减到很快 我觉得是未必的 就视乎经济数据是不是真的恶化得不快 是的 因为你恶化得快也有些机会 因为你之前是boost up了 因为因为贸易战有关系 就是大家提前快点做生意 就快点入多些货 就是整多了很多东西 好 所以为什么就是大家 所以你见过市场也是 成高阳不是多 继续观望 好 讲一下大家很热门的股份的看法 当然就是700 就是700 腾讯 腾讯 其实近几天都跟到大市声 但是你叫他跑赢就不是 我自己的节目都说过多次 其实我是担心平保的 你做基金就更加是 以前如果你要在港股买的话 你的pass点都要下小事在700 是 如果你爸爸来上市的话 是 你怎样都会 我理由两个都不重磅 你实践 我觉得正常人都应该将700 孤感一点 跟着想着就拍一些在 腾讯 在爸爸上 是的 这个会的 这个绝对会 我们现在做了这件事 就是 Before 就是阿里巴巴来香港之前 我们已经在美国 把阿里巴巴的仓加大了 就说腾讯的仓就减少了 是的 正常 那你同样的类型 还有因为阿里巴巴 他本身这段是有集资 有两个集资 一个就是 原本Yahoo的Eltaba正在减持 另外就是因为他会来香港集资 所以大家都知道 阿里巴巴是不需要太急着的 就变成阿里巴巴的股价是 零色差的 所以这段时间你可以说 买阿里巴巴是零色底的 这段时间其实你是跑赢阿里巴巴的 那是值得换的 因为相对来说 就是我们自己觉得 你整个科网下一个增长点 是雲继算的基建那里 而阿里巴巴在中国 是做得好过腾讯 在这方面 那如果我们根据美国经验来说 就是这个会是一个很大的增长点的话 其实你抵博的话一定是阿里巴巴 所以从一个 如果将来上市之后 其实你是会有个摊薄效应的 因为多了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在这里给你选择 所以腾讯独大的 就是科网独大的 那个情况就会高的 就是高一段落 到时候会有些 会有些 就是我想 起码你在招股初期 是会有一些 吊仓的压力的 这个绝对是会有的 所以我想提醒大家 即使你觉得市户是审慎 可能还会推进少少 也好 我想阿里巴巴在 不是阿里巴巴 腾讯在阿巴巴上市 初期这段时间 应该很难跑赢大使 我觉得 是 我想你 即使这段时间 如果你是一个个人投资者 你不只是买港股的话 其实你都应该是 买阿里巴巴先过买腾讯 嗯嗯嗯 另外就是刚才说的 2318自从 说回购之后 就一支自然地飙上来 其实不是只是他 另外1299都 后发先至 这两支又如何 我觉得因为 其实香港 那个投资主题 有少少转 就是之前是高息股当道的 就是头 头几个月的星浪里面 就是比如领展那些 那些 现在你都可以说港铁 港铁可能当是 一支可以收游行税的公司 就是 忽然之间很好生意 就是每次游行都很好生意 那 那你多了个游行税 但是你当 之前我们去买港股的时候 其实那些人是 就是很 上一代的想法 就是我们最重要 有好的好的牌识 很安全 就是那个高息股当道 但是你自从 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其实那个港纸息 其实是 出现了一个正常化的现象 就是和美金的息 是很接近 现在 那我觉得过去的 年多两年 其实港纸息是一个 不尋常的低位 那里是一个很长的时间 所以我们可以 和美金的加息 的步伐是完全脱离了的 就是我们是加少了八次半的 那 现在我们不是要还那八次半 我觉得 但是问题就是 你对于很多选股上的想法 其实有改变 因为那个港纸息 那个 就是无风险利率 其实是升了上来的 就是 虽然全世界的无风险利率 是向下压的 就是很简单 譬如澳洲股市 今年跑得很厉害 因为澳洲的息是落近 很明显 最没有原点减息的地方 是澳洲 所以它的股市很厉害 但是我们就是 没有这个减息的机会 之余 因为本身也很低 还有少少的息的风险 但是如果你当 就是那些息是不加的话 那你那些银行股 就绝对没有人行的 因为你现在那些 mortgage那些 那些是虚给你的 就是h plus那些 那变成我们在 选股票的时候 我想你对于高息股来说 是一个封了 封了 即是没有之前那麽好 那个想法是 即使全世界的减息都好 但是香港很多高息股 其实是没有了之前那种 那种优势 那变成大家 就要选择一些 懂得增长的公司 那香港懂得增长的公司 那香港懂得增长的公司 藍酬股里面 你数下数去 其实都是几个 你觉得是 还要是义务反股有增长 你觉得是 平保 AIA 港交所 港交所都不算义务反股 港交所都不算义务反股 那你这几只 你觉得是 这两只 你会觉得是 有增长的东西 那就可以克服到 息口上 那个情况 那其实中小型股 你都看到那些 你觉得是有些 有增长的股份 其实是 很支持的 譬如我们很喜欢 物业管理 物业管理是一个 会有增长的板块 不是说很周期性 大家觉得会有一个 就算是 相在稳定增长的 即是 steady growth 起码都 那你变了 这种股份 就是我们现在 选股口味上的改变 之前大家会觉得 不要管了 领战 不要管了 那些公用 那现在就因为 你那个 息口 虽然你说现在全世界 减息的情况 但是香港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那个高度其实都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高位 然后我们不知道 就是你可不可以去回 之前那种不正常的低位 那种不正常的低位 其实代表有很多钱停泊在香港 但是这个不正常的低位 其实现在看上去的机会 就不多次会回去 就是我们可能是 有些机会 因为美国有减息的预期 那我们这些位可能低回3 quarter 就是可能低回 下回大概一个月 可能是一厘半至1075之间 但是你去不回之前那些 一厘留下那些 就可能应该到几元 所以那个选股上 那个考虑有些变化 因为之前 大家都是看 就是习惯了一个 一厘左右的high bar 就是一个月一厘左右的high bar 那变成一些高息股 其实当时是很favor 如果这样说法 我们都不少论者 网友都很喜欢 你去买一些ris 或者公用股 那你见到部分 其实那些公用股 和ris 是有少少回阻 近期 主要是耳朵 耳朵就什么 耳朵就自己不生性 那煤气也是超贵的 像刚才说的 煤气是一个神话 那现在你有刚才我所说的 就是变化的话 你那个吸引性 就会低过之前少少少 你现在在超高估值之下 所以现在买就 你反而觉得不是这样 我觉得选股方向要转 其实是要转回去 你要博一些有增长性的东西 有些当然 选择其实是很少的 香港是 香港是没有什么主题可以接力的 譬如我们 你说云计算 你那些金碟又被别人质疑 金山的游戏又不生性 所以你的选择很少 就是我们人家大热的主题 阿嬌嬌二都说做云计算 那 阿嬌嬌二就从有其他业望 对 另外电子支付 我们也没有一种你承认的东西 对不对 很多大热概念 其实我们都没有什么选择 嗯 还有这种大家都很喜欢的股份 今天第二 就是第二 很多 没有试过DG50天线 就是昨天公布完 不是昨天 是前日 公布完的全年业绩 原来增长得百分之十九 差 其实增长百分之十九 有二售股份是很好的 但很可惜 你在这么超股的股值之下 我就不是预期你 在一个预期市领率 在五十多倍的股份之下 你增长两成多 我都嫌疑少 何况你比两成更少 今天就并棒 今天就再跌多百分 现在这一刻跌了两个九毫半 再跌百分之六点九 那就跌穿了 现在差不多逼近一百天线了 来到这些位置 你又觉得吸引尾呢 其实它也是很稳定的股份 是 但是股值贵之余 因为我觉得这一只 都算是一只之前很浪费的股票 就是它是我们很当荡的时候 它是逆市很厉害的 那变了你现在 现在 反过来 现在市场在一个 这个情况之下 它就不会是一个 大家会觉得是一个 剪头去买的了 就是你现在上面 集了一批四十元 楼上的人 就overpay了那个价钱 那然后 你现在 就没有 你的业绩 暂时来说 就不roll it 它那么贵 那所以 我觉得这段时间 它其实是会 就是顶多 就是最好的状况 都是顶得住 但是你说 要它升上去很多 我觉得就不会的 就是如果你是没有的话 就可以等的 如果你是有的话 就视乎你太多 还是太少 我觉得 就是这样 我觉得就 可以不用看着的 就是如果你是 不是一向 重情 因为我们自己 就拿了很多年 那我们就不太管 因为你已经是很低很低 那时候 我就一向在节目说 这就是我爱 毛的股份 而已 我爱毛它 还未爱上它 原因就是 因为它 即使这几天这样 急跌之后 它的预期市盈率 仍然是6.8倍 尤其是46.8倍 你现在是说 一个19%的盈利增长 是完全不正确的 就是我都仍然相信 它会是很稳定的增长 但是 你很少会喝一些豆浆 会有个爆炸性增长的 如果估值合理一些 买我都可以想 但是现在还未是 现在就应该 和你这段时间 你未有任何的 证明它 execution上 有一些 特别大的驚喜先的时候 暂时来说 是会 封了的了 就是你不会预计 它有什么特别大 它在升的时候 你反而不知道 它的领域在哪里 现在你知道 而且有些人集在 所以我觉得这段时间 你可以等 没错 但是你密切试试 试试它 不是说它不好 它仍然是很好的股份 另外大家很喜欢 一只小米 一个铁塔公司 用来说铁塔先 5G概念 你觉得还可不可以 继续玩 我觉得可以 但是铁塔就证明了 它的范围都很阔 最近的走势 就告诉你 可以做得挺厉害的 比预期中厉害 就是上去之后 下来的幅度都比较大 但是我觉得你买5G 其实香港的选择 都很少 都是买这一只 我觉得 就是因为你 我们没见过 在3G和4G年代的时候 的铁塔是什么表现 但是我们见过了其他那些 就是别人市场 其他市场那些 就是我意思是 其他那些基建那些 就是你讲那些什么 中兴啊 那些类似那种东西 大家见过了 在3G和4G年代 他们的走势 你觉得那些都是不买 没什么所谓 所以 就是得个炒字 我意思是 但是这一只你就 不敢说 因为你在外国类似那些 Tower Asset的公司 其实你是可以有一个 就是持续性上升的 就不是好像我们那些 就炒完之后 跌回几十百分钟 再炒回上来 又跌回几十百分钟 那种这样上上落落 那就得过炒字 那怎么对你 那你经过很多次之后 那些人就会觉得 不用买的了 就是因为你见过一个 因为你这些 基建的期间 其实只是一次性而已 所以就 不会很特别 但是Tower Asset 这些你觉得可能是一个持续性 加上去的东西 所以 这个是 如果你要买5G概念 就唯一这一只 我觉得 就变成了 这一只的范围 就比预期中阔的 自己側回 就是 没有那些 刚才说的那种股票 那么傻 但是我觉得 就是 就是 你上上落落 会是 然后 真的想 有个 有个 exposure to 5G 的话 其实就唯一是这一只 我觉得 是啊 其实应该翻兜了 对了 不过因为最近你们没有节目问 所以没有提你们 所以没有提你们 其实应该翻兜了 已经是小米 但现在去到 刚刚2元 不是 鐵塔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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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塔 现在2元 现在就还有2元 左右 这个位置 你觉得 这个位置 就是很尴尬 很久 但你说 你炒不是很長時間就很尷尬 因為其實都見過 他可以這麼發 一來可以這麼發 二來其實他本身就不應該這麼發 他回到正常化的話 樣子就應該可能會收窄過波幅的話 你又會悶傷 我覺得是 他之前被華為淚 突然華為爆到好像差不多手機變相機 去到那麼差 然後可以差不多撿得那麼快 直接說到他 現在原來特朗科告訴你 其實華為可以和 Trade一起談 原來是這樣 但今天開始覺得我都不是那麼差 所以真的去到差不多一個六號幾 現在衝上去兩個一左右 我也覺得中線來講 兩元以下慢慢坐 你又有心機 另外就是 人們日文日文經常覺得 小米夠跌都夠殘 而且他不只是大陸概念 印度那些都預期他可能會有個不錯的增長 又跌到現在這個位 剛剛在低位那裏 趕快一點上來 想不想得過呢小米 我自己就沒有什麼特別大的意見 我自己之前就都 好彩他港股通 入港股通那一下就已經失去了 現在就沒有這件事了 我覺得 我自己就不是太喜歡買這些硬件的公司 其實你蘋果現在的故事 都是他要做一個服務為主 硬件就是一個平台建構 小米你都可以說 他可以建構一個 Internet of things Internet of things 平台 但是整件事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在蘋果的case裏面 他就沒有一個強勁的對手 叫做WeChat WeChat 在我們這邊就是一個 你可以說變成一個入門機位 就是一個mobile internet的入門機位 就是因為那個小程序的關係 你把很多東西 是那個gway變成微信一個app 那變成你 因為WhatsApp沒有做一個megaapp 去到微信那麼厲害 所以蘋果是可以利用他的手機硬件 成為一個gway 一門的gway 但是小米就在中國 應該這件事就應該做不到 因為就有這個微信的存在 已經太厲害了 那就變成他就損失了一個最大的value 在這裏 那變成你要選擇的話 其實你就去研究究竟 其實他在 譬如剛才說的新興市場那裏 那裏 但是他面對的競爭 其實都比較大 那當然他有個好處 就是去lead 就是在印度的地方 那我覺得 整個business model 你說轉變到 可以好像蘋果那樣轉型 再第二 就是再做一個新的故事 再抽得好行的機會 其實就不算很高的 那就 純粹是 如果你這樣看的話 就變成不是一個 即是很特別的股票 我覺得是 即是你可能是太殘 可能好一點 但是我不覺得 會有一個 會有一個持續一點的聲浪 會有一個很突破性的發展 你覺得他脫胎換骨 internet of things 變成一個mobile internet 人的入門機會的平台 這樣 那這個 就好像比較穩 就變成 你說想像他要抽得好行 就好像比較難 就變成 所以我就當他是 炒來炒去的東西 所以我都說 剛才那次 入港股通那一刻 走了就不算了 但是現在 你見到他在低位 都真是殘得夠慘 又 九個無七 你去炒的話 覺得都沒什麼所謂 因為你的downside 是define了的 即是下次穿低位 你就斬了他 就算了 那upside 你照樣看 都可以搏一下 但是我覺得 就不是我自己 所喜歡選的類型 嗯嗯 好 另外一隻 都經常很多朋友問 美團又怎樣 我美團是厲害的 即是出奇地厲害的 我覺得是 即是走勢是比喻其中firm 那我覺得第一件事 就是證明了有一幫人 是很看好的 即是不是說 今天的走勢firm 而是說在低潮的時候 走勢很firm 即是你說我們 兵方馬亂的日子 其實美團是沒有什麼 跌過的 是呀 即是證明了持貨那幫人 其實是很看好的 但是 我們作為外人 我們又不知道 他們看好什麼 所以 就很難說 即是 去 去 去說你很有信心 我覺得一個好處就是 譬如你那些行家 那些亞馬遜那些 都去搞這些東西 即是本來我們 覺得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美團就是 因為你外國 你沒有什麼見到 類似成功的business model 但是唯獨美團 真的 美團都不是成功 美團都在燒錢 即是我覺得 即是譬如你說 你看看外國 即是或者你香港 你見到那些 即是外賣 但你那個叫外賣美團 真是好 你不找你去燒錢 即是你還在燒錢 即是沒有一個很厲害的 monetization 但形成了一個習慣 是他們 是 我見內地做事的朋友 他們真是覺得 外賣是很正常的 是啊 我剛才的一個 point 就是你見到 譬如亞馬遜 都去買一些 類似的外國的platform 回來 當然這個規模 就沒有美團那麼大 因為美團 在中國 這個反過來 是一個很奇怪的東西 就是這個business model 在中國那裡 是最成熟的 但是monetization 是未成功的 你不知 最後最後 他有沒有一個 point 就是可以變成 轉化到盈利很好 但是純粹從那個technical走勢 就是告訴你 就是一堆人是看得非常之好 即是我剛才都說 其實你不是現在的走勢好 而是 即是我們大概兩三個禮拜前的走勢 都很好 即是證明那些拿貨的人 其實都不是很panic的那些人 所以 如果你從一個 即是 即是 即是投資者的角度 你可以喜歡很diversify 即是很分散投資 你買一些 我覺得絕對是 沒什麼所謂 因為那些人 告訴你 他們好像有些計 但是 但是 即是你自己不知道 他們為什麼這麼看好 即是你都是純粹 即是 即是跟著 即是這樣 是啊 這件事我都想不通的 我覺得 是的 你是很黃 即是我的朋友都很多是光顧的 但是 你還是在燒錢的 即是你要想回 為什麼他們會光顧呢 就是因為 嘩 傻的 不是 你又經常有很多那些QPON 是的 又不知買有沒有幾多東西送 然後 真的很快 其實你這麼快 是要用很大的Logistic System 才可以送貨送貨 我不是說 這是一個未證明過 可以很賺錢的模式 就是 你可以很黃 但是 是不是賺到很多錢呢 這個是比較特別的 就是因為我剛才說 很多在外國證明過的 business model 在中國那裏照抄 反過來 這個就是 中國 反而就是 它的scale 是天下第一 是 是 這樣 好 我們今天說了好股份 謝謝Alex 下星期的每次港股再見 而我下午四點半鐘 也會為JMarcus 再和大家看下收市 好 謝謝 拜拜